我會介紹一個比較有趣的Panasonic iDOT iDOT 功能 簡單來說是一個相機 相機 可以充電 iPod 也可以 我記得這部我們介紹過旁邊的音質是非常好 你見到旁邊的設計有點像一個弯 其實低音在裡面的聲音就經過一個speaker出來了 有不斷的迴音在播出 還有它可以在iPhone裡面的設定 即是你預先在iPhone設定的三音機台 你放進去它自動會在裡面出現 有一個Apps 你加了iPhone的Apps 把iPhone的Apps放進去 就可以把iPhone的歌曲飛到下面 除了聽iPhone的歌 因為這個其實也有鬧鐘的功能 它的鬧鐘的功能最重要是它可以有幾種叫醒你的方法 例如你設定了一至五是九點 九點起床 對 你就可以封了它 我突然間要教十點都可以 沒問題的 譬如我特別一天要七點起床 你不用由頭設定 我知道很多鬧鐘只有一種 這是兩套的鬧鐘功能 再加上一個叫做Nap Function 即是你說我現在想盡一盡 盡半個鐘 你可以進去這個Nap的功能 可能你按它30分鐘 15分鐘這樣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很簡單 一定要每一個人在家 價錢 79.99元 是 今天減10元 是69.99元 哇 挺好的 拜給兒子 其實有一個人都用iPhone這麼小 iPhone我不管他 因為他不起床 現在人們當然要給一個鬧鐘 他自己罵醒自己 為什麼呢 iPhone如果要充電 人們經常找不到 起碼最後的resort 他一定不放在那裡充電 是 一定找到 就是說你放在那裡充電 因為每個人 你不充電我充電 你充電我充電 起碼他會充電 以及設定鬧鐘 提到他要早睡 或者起床 你哪一天給他早睡 你替他設定吧 就是 吵醒他的位置 不是啊 前面放一個 後面放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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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個放一個 就包你醒 放心 那個我們有